中文字幕提供 今天在哪里?在我们家 好,各位粉丝团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经理今天要介绍的车款是Nissan的中大型房车Tiena的J32 在2019年,2019年的下半年度 因为那时候公司少了一台日系的试乘车 那时候经理有考虑了两台车 因为经理比较习惯开马力比较大的车 当时有要买公司的试乘车,要考虑两台车 第一台是Camry的6代 第二台就是这台J32的 但是都指定要3500cc 后来是因为刚好有一台车子 6代的3.5Q版的 所以公司就买了那台车 所以就没有买这台车来当试乘车 那今天这台车是J32 J32的话它的悬吊系统,后方的话跟J31差蛮多的 跟前一代的J31差蛮多的 这个世代的J32它的行程 避震器的行程变得长很多 变得很长 所以在设定上的话就比较好做发挥 可是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阻尼啊 非常非常的软 尼桑的车款跟Toyota的车款 在这样中大型房车的底盘设定 当时的年代都是比较偏向舒适的 所以要做操控或者是 甚至是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我们可以常常看到在高速公路上 像这样的车款 在做一个急速的闪避的时候 很容易会做一个失控的动作 所以有两个地方可以改善这样的状况 可以提高极限的一个安全 像我们可以看到国外有一些频道 它在做一个绕锥测试 绕锥测试的时候 时速大概77到80左右 很多的车子它就已经没有办法受控 就会失控 所以有两个地方可以大幅改善这样的状况 第一个轮胎 我们把轮胎的扁棉笔变薄 轮胎的胎宽加宽之后 这样侧傾的抑制状况 就会改善不少 第二个就是悬吊系统 避震器的部分 避震器的话 我们把弹簧的棒数加高 阻尼加重 这样侧傾的状况 就会改善很多 像是这个避震器 我觉得应该已经坏掉 我压下去的话不太能够弹上来 所以它的阻尼已经失效了 那失效的话 就变成只有剩下弹簧在晃动 它本来是匹配的嘛 好 那我们遇到坑洞 下压下去的时候 它弹簧一定是怎么下去 就怎么上来 可是上来的时候 需要这个阻尼筒 缓冲它回弹的力道 所以才需要这个避震器的捅身 所以捅身的阻尼 一旦做得太弱的话 它弹簧回弹的时候 要拉了三次两次之类的 像是Toyota Camry那样 好的避震器 属尼拉得住的话 一次就吸附住了 这台的车主 就是上个礼拜四 还是礼拜五 有来公司 有来试程 试程之后 经理安排的是Camry 因为公司里面没有Tiana 可是有Camry的试程车 这个都是中大型房车 虽然底盘说实在话不太一样 可是至少可以当一个不错的参考 那车主试程之后 也就决定今天早上 一早就来安装了 所以今天的 安装这台的是道路版 那车主的需求 也是希望 要维持大型房车 应该要有的舒适度 所以Camry的试程车 也给车有试程的一个 成交比例 大概都有九成左右 那这一台的话 前面的上座 跟后面的上座 KT都有复兴品 都不用使用原厂的零件 然后 这支桶生真的很奇怪 超软的 这边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阻尼的话 都是比较偏向很舒适的设定 那这台车 如果螢幕前的是济湿的话 那请特别留意一下 这台车的 这个上橡皮 上橡皮的话 是它有三个 三个 勾勾的爪 爪子状的勾爪 勾爪的话 需要 把它拉下来之后 这个勾爪 往内折一下 我们的调整机构 跟 调整机构跟 上方有一个橡皮 就可以直接放上去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 这个零件不需要使用的 不可以把我们的调整机构放到下方 不行 这样会有摇晃的状况 会有异音 会有不好的状况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后方的状况 后面的上座 后面的上座很深 因为 这一代的Z32 它的上座 有改变 有变比较深 在上座的下方 KT有设计 一个调整机构 这个调整机构 如果没有的话 变成需要拆下来 才有办法做调整 所以 镜头 它比较深 我们镜头 由下往上戴看看 来 在这个地方 有做一个调整机构 在上方 所以这个 手 如果降下来之后 手也不太够得到 所以会趁着 车子称高的时候 做调整 然后 这一个后方 KT的配置 是配置8公斤的弹簧 前方的话 配7公斤 所以它的行程 这个Z32 变得比较长 Z31的上座 大概在这里而已 所以它的行程 就很短 它的避震器很短 那Z32的话 变长 它的底盘 其实用料也不错 那一天经理 有跟车主说 这个Tiena的话 Z31 Z32 它不只是 竖角能做调整 竖角 竖角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从这镜头 从这个角度 这里有一颗天心螺丝 竖角从这里做调整 那仰角的话 应该是在下肢壁的内侧了 这里 镜头拍得到吗 可以 这里 所以这台车 降低之后 降幅不要太多 降幅不要太多 什么苍烈那些的话 就不确定能不能对应得到 所以这台车 跟Golf MQB的底盘 一样还蛮不错的 竖角 轮胎这个角度 竖角能调整 Camper的角度 后面的话 原厂也都有设计偏心螺丝 可以做调整 那这台车的 如果已经你手指头 大概快接近五指幅 后面还蛮高的 前面还蛮高的 五指幅 后面的话大概是四指幅左右 所以今天车主有指定 前面是要降到两指幅 后面的话是一指半 所以降低的幅度 也算一般般 一般般 好 这个是后面的部分 它的 这一个局部结构 就跟J31差不多 那调整机构在上方 记得这个经理有看过 店家可能对KT的产品 比较没有那么的熟悉 把这个装到下方是不对的 它会降不低 要小心 好 那我们来看前面 前面的话一样 中大型房车KT的配置就是 用这一条 207S 它是一个灯笼状 大卷额弹 所以会比较舒适一点点 这一颗引擎有 2.3跟3.5的 2.0 J32有没有 今天你就忘记了 好 这里有油管固定架 ABS感应线 然后这个是理载串 它J32的理载串要注意咯 理载串的话 我们一般有分对向的 有这个方向 理载串有这个方向 有这个方向 然后这一台车呢 它的角度是 是这个方向 所以它有分左右边 所以有换理载串的话 要注意 这一台车的理载串 有分左右边 跟那一天的G21 G21一样 理载串一样 都是有角度 有分左右边的 要注意一下 上座的话 在这里 上座的话 比较大型 它的上座有三颗螺丝 然后 它原厂 因为这个大概2000年之后 尼桑就跟雷诺有做合作 所以它的上座设计 就变成是尘头的母口 在T打的时候 也是变这样 这一台也是这样 所以KT的话 恢复华丝 恢复罗帽 我们直接就改成功的 然后把它做锁附 这里的话 会有一个KT的调整钮 在这里 可以 这里 往这个方向 顺时针它就变硬 往逆时针 就是变软 一共有30格 那转到30段 或转到最软的0段 它就没有办法动了 所以 就是从这个地方来做调整 那调整的方式 左边跟右边 记得要一致 前后的话 不用一致没关系 然后KT的用料 是用意大利IP的储尼油 油风的话 跟日本的TIM一样 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风 KT的话 有保固 然后日后都是可以拆装维修的 不需要一个油风坏掉了 就换一整套的 不用 都是可以拆修的 那如果有想要试程 跟车主一样 有想要试程 记得要找我们小编联络 OK 以上是今天的Tiena Z32直播分享 谢谢大家 拜拜